大家好,这一小节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色屏蔽工具以及色直换工具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色屏蔽工具 我们通过这一个图来看一下色屏蔽工具的操作 首先我们点击色屏蔽工具 这里弹出来一个色选择 我们选择一下我们要屏蔽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6号色码跟我们的一个10号色码 选择完成之后呢,点击确定 确定之后,我们以一个色码在这上面画图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10号色码跟我们的6号色码没有被这一个画的图的色码所覆盖 因为我们这里的一个色屏蔽工具把这两个颜色屏蔽 所以呢,当我们使用别的颜色来画图的时候呢 这两个颜色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这个呢,是我们色屏蔽工具的一个应用过程 我们再来看一下色直换工具 撤销 还是这一幅图 我们点击色直换工具 弹出来一个替换颜色的一个对话框 此时呢,我们把这一个13号颜色给它替换成5号颜色 把这一个9号颜色呢,我们给它替换成一个14号的颜色 替换完成之后呢,把这一个对话框点掉 点掉之后,我们使用任何一个颜色去画图 此时我们发现 我们这一个图案上出现了14号跟我们的5号颜色 这是因为我们在色直换的时候呢 把这一个颜色给它替换掉了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把那个颜色替换成14号跟5号 所以呢,我们这一个色直换功能呢 相当于我们一个色屏蔽功能 加上我们的一个换色功能 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的一个需求呢 去选择一个恰当的工具使用